聽說小夢還沒畢業就找到工作了耶 欸你知道嗎 小雨畢業時候要出國念書耶 公學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我的未來呢 會是專業達人嗎 我熱愛我的工作 因為專心做喜歡的事就是專業的展現 還是試試看斜槓呢 我是一位HR 也是一位不紅的Youtuber 多元自我 讓我拓展影響力 不然去創業好了 努力是成功的基礎 但唯有透過選擇 才能成就你非凡的人生 我的未來由我想像